世界杯冠军球队阿根廷 踢完世界杯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就是星期四在国际友谊赛 对垒巴拿马 阿根廷主场2比0轻松打败对手 梅西也攻入职业生涯的第800球 赛后梅西在球场上发表感言 表示能在这里跟球迷分享 夺下大力神杯的喜悦 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刻 这场冠军纪念赛在河床百年纪念球场进行 共有83000名幸运粉丝入场观赛 现场座部实习 阿根廷球员身穿印有世界冠军字样 和代表夺冠三次的三颗星球衣出场 当球迷齐声唱起阿根廷球队 202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时 有人忍不住感动落泪 场面既温馨又感动 2022年世界杯的主题 天会的主题 有数码预警